到了今天旅程的第一个服务区 长沙东 长租高速上的 把玻璃清理一下 你看多脏了 其实很脏了 我一会儿去清理一下玻璃 然后呢去加个油 每个服务区都要处理处理这些车上的事 保证安全 第一 我身上啊 穿了个很厚的衣服 越走越热 我一会儿我还要换一下衣服 好 我现在先清理玻璃 停水了 哎呀 玻璃也清理不了了 嗯 这旗旁啊 这服务区停水 我准备这一路呢 跟踪一下服务区 这个服务区要停水 卖吃的还是有了 这都是标配 但是它缺水怎么搞的 服务区不大 因为它病运不是一个主要高速 但是基本功能还是有了 超市啊 加油站还都行 只是 体量不大 缺水 这是最大的遗憾 好了 卫生棍也搞不了 我车上有水啊 我在车上搞一搞算了 搞个卫水 我找到湿巾了 用这个湿巾擦一下玻璃吧 用湿巾擦一下 看我这个车的待遇还挺高的 你看都长蜘蛛网了 湿巾擦一下 三角窗也擦一下 影响视线是不行的 还行 到这边也擦一下 湿巾够脏的了 擦花了 你看 还不如不擦了 越擦越花 这怎么办 没水呀 好 下个服务区再说吧 这个服务区没水 到时候再好好擦一擦 时间擦花了 因为这个餐巾纸 能够擦干净 这挺好 好 用餐巾纸擦干净了 以后有水 再想办法擦吧 挺好的 第二点事是换一下衣服 这件衣服实在太热了 哎呀 衣服换上了 哎呀 舒服了 刚才太热了 好了 我们去加油吧 加油 加完油就可以安心上路了 反正我到哪里 只要油箱到一半 我就加油 是谁来瞑我 是谁来自首结箱到一半 白痴赛 是谁来就算带我 是谁来自首就